三个儿女在家吃闲饭 全靠七十岁老母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本期立歌带的电影《高龄化家庭》 刺骨严冬本就凄凉 却比不上人间处境的凄惨 年逾四十仍一事无成 电影投资失败导致居无定所 险些自杀的人物 碌碌无为虚度四十四年时光 没有一份正经工作 为人更是慵懒堕落的哥哥韩茂 兄弟二人堕落不堪 终于古兮母亲即在同一屋檐下 可乌漏偏逢连一语 遭遇家暴决定离婚 两段婚姻都不美满的妹妹美颜 带着十五岁的女儿敏静 也回到娘家居住 本意不大的房屋内 又将多出两口人 人母和寒冒皆不情愿 借为妹妹报仇为由出门找妹夫 诗则是不愿让美颜留在家中 可妹夫言语侮辱美颜家人 反造一顿毒打 表面互不关照的兄妹 诗则被家爱护 言语行为幼稚且有趣 就这样 秉兴各异的兄妹三人 人生阅历却不禁相同 如今一起挤在同一个屋檐下 将开始他们粗糙凌乱的生活 每日早晨 一家五口人抢一个洗手间 母亲日日为一家人做饭 两个舅舅竟为吃小侄女一块披萨 任由消遣 结果奇迹败坏教育民静 惹得民静躲在奶奶怀中哭泣 家人间的关系微妙而有趣 一屋一家 有你有他 而后日子照旧往常过着 只不过 人母对里发电漂亮老板娘顺子一见钟情 韩茂和曾经育友 急要犯联系 至于美颜 也与新男友跟陪在车中恩爱 被韩茂误为被虚报 砸窗抱走跟陪 最后却被妹妹用一板砖砸晕 一家人的相处模式令人发笑 竟说不清是相艳还是相爱 这日 人母希望重新开始做自己的导演梦 毕竟自己是家中唯一供出的大学生 不甘就此堕落 可事与愿违 上门的街市三无投资商 电影也街市色彩片 被人母拒之门外 一家人决定出门郊游 跟陪驾车在一家出游 在海边一家人嬉戏闲聊 望日落拍全家府 情怂 舒服 温馨 除了人母 接到了外遇妻子的离婚电话 瞬间心情烦躁 在夜晚聚餐时 因与美颜发生口舌争执 与隔壁桌引发私打 场面一度失控 在回去途中 母亲不认发笑 一家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令人备有安全感 还因私打逃了一单 不得不说这一家子皆是活宝 第二天人母为理发店老板娘顺子弹吉他后 司机约她去海边 顺子同意了 遇上正于一群混混血声秋烟的敏靖 这下把柄留在了人母手中 敏靖为不让美颜知道 答应每月给人母钱 而人母开着美颜的车与顺子出游 在车上墙上弓反造山巴掌 本就暗恋顺子的韩茂 在理发店门口等着望着顺子归来 直到深夜 韩茂看见顺子下了人母的车 眼前这一幕 弟弟与心爱的女人 顿时心中很不适滋味 原本逐渐和谐的家庭 却又发生了转变 人母与妻子协商离婚 却被外遇妻子语言攻击 气急败坏后离开 正当郁闷时 在街上遇见母亲 予以老头私会 韩茂因郁闷 忘不了顺子而在家中自杀未遂 敏静因受不了 离家出走 美颜心急如粉找不到女儿 在家中哭泣 责怪韩茂 心急之下兄妹互接混乱关系 韩茂并非家中孩子 而美颜则是母亲 与其他男人生想的孩子 只有任牧 是家中唯一的亲生孩子 任牧瞬间崩溃 斥责母亲 说出了母亲 用身体换来家中伙学的事实 令兄妹三人震惊不已 任牧和韩茂反省着 思绪这前前后后种种 决定做出改变 任牧接受了 自己曾拒绝的色彩电影 韩茂找到黑帮人 以帮他们为条件 让他们找敏静 一家人天天在外发学人歧视 可却了无音讯 直到韩茂接到黑帮电话 找到敏静 飞奔赶去 敏静一头塞进 舅舅怀中哭泣 自己被欺负 韩茂报仇痛点仇人 待敏静回到家后 便转身离开 去完成答应黑帮的条件 走走转转 美颜的生活直见好转 便决定与跟配结婚 母亲叫来了那日 被人目发现私会的老头 那老头便是美颜的亲生父亲 美颜并无责怪吃惊 而是欣然接受 韩茂接受黑帮的地下游乐厅 帮忙看场地 每日尽出数额巨大 随时面临拘捕 家中虽无血缘关系的母亲 却日叹息盼望儿子归来 在电话中 母亲对儿子的关心与思念 让人动容 而后韩茂便倒卖 黑帮游戏听公司 算起黑帮 在美颜婚礼外 将一笔钱转交人目后 便打算离开 被敏静拉回 一家人又其乐融融 拍了一张全家福 相处一会儿后 韩茂便离开了 黑帮为了报复 找到人母将她暴打 询问韩茂下落 可人母誓死不说 原来曾经一妻子出轨 人母将出轨男子暴打致死 韩茂赶到时 以为是已晚 为不毁弟弟人生 将其所有的罪名 自己揽下后坐牢 人母一直愧疚于心 希望能这样来还哥哥的债 关键时刻 韩茂出现解救人母 将倒卖公司的钱 全数还以黑帮 最后被暴打 被刀一把刺穿腿部 倒地不起 昏迷不绝 最后人母与妻子解除婚约 祝其美好 便开始自己的导演之路 而美颜子去工作 开了服装店 明镜休学开始跳舞 一家三口 过着平凡稳定的生活 母亲充实幸福果实 与美颜父亲 过着自己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 至于韩茂 则和理发店老板顺子 结婚生子 过着充实美好的生活 一餐一酒一家人 皆向往世间之美好 却终究回归平凡生活 体验其色色甘甜 柴米油盐酱醋茶 日子之平凡 生活之乏味 却因家人的主义天才而尊位 不同人生 不同色彩 每个人都有好好活着的权利 无论怎样的开始 无论中间走过什么样的弯路 及时的修正 盘旋是上升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黎哥 月做 我只能够下来 你只需要一份